快乐的时光总是修一下就过了 这次的冒险行程即将画上据点 但是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已经耗费大半体力的我 有办法活着走回去吗 早 妈呀 已经没有任何形容词 可以形容我现在的腿 超踢腿的 昨天那个硕西攀岩之后 我觉得又泡温泉 我整个软脚 然后呢 光站起来 我的天啊 光站起来脚都会摔倒 教练 早 我踢腿了怎么办 刚刚动它就软滑就好了 你说动你动它就会软滑吗 我的天啊脚好酸哦 看来我得要多多再训练训练了 赶紧收拾帐篷回家喽 郑重介绍要这位最年轻的教练 你几岁 十八 十八岁 你看我十八岁我在干嘛 我可能每天只知道念书 可是呢 小郑他已经出来带我们了 然后他这次算是很年轻 但是呢他很有热忱 然后沿途带我们 甚至还在这个第一天的时候 他还有一点滚到那个坡旁边这样子 可是他还是就是咬着牙 带着我们下山这边 才年仅十八岁的小郑 就已经担纲起团队生活起居的重责大任 实在是很厉害哦 吃过早餐收拾行囊准备起程喽 好重哦 天呐 我的装备一点都没有减轻 因为我背的不是食物 里面都是一些衣物 还有鞋子 然后还有一堆东西 所以呢 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是上升三百下切九百 所以我们刚好今天会更累 因为今天是上升九百下切三百 我的妈呀 而且有一段叫做芒草区 就是在我们等一下一出去的第一关 就有芒草区 那个地方呢 我们的摄影助理 就是在那个地方摔倒了 然后他这边胸口 甚至还出现了挫伤 然后我们都觉得那一段是魔鬼坡 我们等一下就要挑战魔鬼坡了 没有童话书中 所谓的踩着愉快的步伐回家 现在在大火脸上的表情 正说明了一切 好痛啊 这个芒草区果然是魔鬼坡 好累啊 好痛苦啊 我现在终于能体会什么叫举步维艰了 没踩一步就像是千百根钢钉往腿里炸 真的是有够痛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 我的脸上是泪水 还是汗水了 我的脸都在下雨 好想哭啊 我终于走过芒草区了 结果她说芒草区走完还要有岩池区 一跳岩池区我腿都快软了 可是你知道吗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上升还不到六分之一 好痛苦 可不要以为卫小猴太夸张 就连身强体重的男生 都苦不堪言啊 这边风景真的很漂亮 可是太累了 就完全不会想要拿相机专排 然后就是因为很难把影像带回去 所以想要看的人呢 你自己应该就是亲自跑一趟 就是这边真的会让你永生难忘 对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两个多小时的 上千九百公尺的坡度了 然后刚刚还一路迷路 因为这边有些是兽镜 有些是猎人镜 然后有些是之前人走出来 就是我们正确要走的路 但是因为你知道吗 这边比较潮湿 草很快就长出来了 所以一度我们想说奇怪 怎么越爬越陡不对劲 还要赶快下来 然后现在又回到正确的路了 我希望能够走完全程 我希望能够顺利拍摄完毕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我背东西了 教练他一个人就背了快40公斤的装备 然后呢 摄影大哥你累不累 他的机器就10公斤 他的背包也快10公斤 压起来快20公斤 我们每个人体力都几乎快到极限了 还没有走到下切点 我们现在才走了五分之一或四分之而已 没图没真相 为了让观众朋友了解这山式的陡峭 摄影师必须来来回回 捕捉不同角度的画面 算一算他的路程 可是足足比划旋做了三倍呢 只差一步 我就要粉身碎骨了 好累啊 而且下面就是断崖了 好难爬 由新舞旅期切割所造成的峡谷 从远处眺望真的很壮观 但是当你走在悬崖旁边时 哪还有心情好好欣赏 保密都来不及了 夜要回家了好开心啊 我回家马上第一件事去伤 按摩 全身按摩 一定要去 哎 我说小如 你这种行为活像是卖火柴的小女孩 必须靠着幻想才能坚持下去 还是赶紧吃午餐补充体力 比较实在吧 爸爸我又吃好物 你吃草莓巧克力 好好吃的 超好吃的 你要放我一点 没有手拿 我快哭了 为什么 薯椒巧克力这么好吃 妈 我想回家 休息了一会儿 我咬着牙继续地往上爬 现在的我累到根本没有办法思考 只知道往前走 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也无力去研究距离终点 到底还有多远啊 教练到了吗 到了没 到了 到了 我们终于走完上千九百公尺了 我的妈呀 我原本也会走七个小时 结果我们不到五个小时就走完了 真是老天保佑 我已经看到了一个经典的牌子 这是第一个我们上千点的时候看到 网路路温泉 沿路上的每个人一直骂脏话 能够骂的国骂 全部都骂完了 连外国人的英文的脏话也全部都骂完了 因为真的是 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么远 不过来到这个平台 我们终于小鲜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下千三百公尺 就可以到公寮 就有车来接我们了 神祝我 耶 爹 爹 我们回家 呦 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我知道公寮在哪里 但却走不到 神啊 请赐给我力量 让我成功地抵达终点吧 ουμε真动 我们到了 后来 我们追到 经营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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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出不動 好痛 髒 終於可以下山了 我連歡呼都沒力了 我的腿 好軟 好軟 軟綿綿 應該比海綿寶寶還軟吧 可是看到終點 有沒有看到那片山 我征服它了 我結束了 我們真的成功了 我們真的靠自己的力量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現在的我 好想洗個熱水澡 我完成了請看 這邊 然後呢 我昨天睡帳篷的時候被蚊子咬 有沒有看到 整排都是 不要說等一下脫下鞋子了 我去洗澡 按摩 休息 其實華萱身上的傷 都還只是小case而已 這次最辛苦的 目過於帶隊的大風教練一行人 大家平安倒了就好了 累也裂過了 教練 我們都 全部都比我們預定的都還要找到 還要找 對啊 不是我們兩個是 不好意思喔 我們裝備 大部分都在你身上 沒有我們那時候也沒有想到說 因為也是我們自己的錯啦 可能就是那時候我去整裝 然後我們有 因為有外國朋友們 可能上 東西大家貪得不夠均勻 所以 小鎮比較辛苦 小鎮太重了 小鎮也很累耶 不過的確 如果你叫我們女生背 我們真的也背不動 應該沒有辦法 剛剛只是說 剛剛也 剛好這次東西 多啦 太多了 教練是超人 小鎮的也很重 而且他 真的完全他不敢摔 我用生命保護你的腳架 小鎮是超人 他連我們的低皮包 跟那個 腳架都扶住了 來 耶 護航平安 看他 來看凱雄受的傷 他也受傷了 他也受傷了 還好 也不能過來看 還好 他有透露肚 跟透露胸 他有紋面了 他有金面了 他也受傷 好 你講一下這次的感覺 他不想講話了 欸 我是女的耶 我都可以那個完成 好不好 不要看完 各位觀眾 不要看完這集 就不把我當女生 我們還是女生好嗎 OK 報告 本次前往陸陸溫泉 總計出動人員十二名 其中一員鮪魚肚有擦傷現象 另一員有雙腳無力現象 即使如此 他們仍以驚人的意志力走完全程 陸陸溫泉挑戰大成功 好 我結束了 要來特別拍一下我們的攝影座椅 開紅 開紅 他已經… 他不想講話了 他不想講話了 你的背包裡面有什麼 我要配六顆電池 六顆電池 然後拍帶 攝影器材 鏡頭 全部在這個80公升的背包 好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要被烤了啦 救命啊 雞腿是我的了 對不起 很好吃 然後我要配一盒烙餅 加個烙餅 每口烙餅 一盒雞腿 然後再加這個生產 或者再加這個 來天美餵 來天美餵